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其實我看過你的一篇評論 你自己是不支持西九文化區 其實我是想問為什麼 其實西九文化區是提供了一個平台 給文化人或者年輕的一輩 那一小撮的人 去一個交流、去一個展示藝術 本來香港就是缺乏這些地方 當政府願意出錢給這個地方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反對西九文化區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現在當然他已經定了要做 我們只是想著怎樣幫他做好他 但當初我要反對他的理由 其實很簡單 香港不是真的獻缺空間 我覺得 特別是一個這麼大型的表演場地 我非常擔心 如果香港有一個這麼大的場地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去填滿他 用什麼去塞住裡面的餡料 香港真正需要的 其實是一個更多的參與者 首先現在你應該想辦法 怎樣令到每晚的文化中心都爆棚 而不是開多一個地方去拍烏蠅 大家知不知道康文署管理下的這些文化中心 文娛中心 他每年都要報數 就是我的入在率有多少 他用什麼方法去填高一點 推高一點的入在率呢? 這個方法就是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經驗 中學畢業怎麼去上環文娛中心做的 很多的小學、中學活動就去文娛中心做 而康文署是很吸引你去做這件事 因為你這樣就一下子 譬如整間學校來這裡做畢業 一聲填滿整晚的 爆棚 你最後看數字 你又不知道是什麼 哇,入在率很高 是不是? 就是整天都做這些事 就是現在政府的場地管理全部是有問題的 給政府自己管 康文署自己管 這個我已經說了十幾二十年了 說到口水都乾了 所以我已經沒什麼興趣再跟他們說了 現在 因為十幾年前我們已經目睹過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了 譬如電影資料館 現在總算改善了 當年我們 發哥也有份的 就是一起建議說香港需要一個電影資料館 因為香港電影業很好 有一個保存著那些 過去的菲林什麼都好 但是這個行業 也是一個專業來的 是要去讀書的 那是政府架構來的 電影資料館 在籌備的時候 政府就找一個 E.O. 也不知道是A.O. 是一個E.O. 就說訓練他 將來做這個管的Liberian 於是要去讀書 就送去美國 讀書了四年 但是回來做了兩年就要調走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公務員架構做六年要調的 所以每次如果你都要找公務員去做這個帖 他都會去讀四年 接著做兩年 就是太多這些東西了 又或者是 你如果把所有這些場地釋放出來 給民間團體、民間組織去做 我覺得會比現在好很多 不需要像他們這樣 還有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限制空間可以用的 比如說北角的郵街 其實北角的郵街 是中國第一個限制空間做的藝術區 比北京七九八 而北京七九八剛開始做的時候 裡面的藝術家是走來遊街 來探望我們 看看我們在搞什麼 來跟我們取經學經驗 但是最後由於政府說這塊地 要賣給李家做郵輪碼頭 於是趕大家走 到現在好像還沒搞定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去年的時候 我看到曾蔭權帶著 唐英年、曾俊華幾個到北京的時候 就去參觀北京七九八 就說你看 北京藝術家搞得多好啊 我們香港是不是都要搞啊 但是十年前就是那幫人下來香港跟我們學的 所以當你去到我這個地步 過去二十年 就天天在這裡對著這幫人 我已經沒有興趣再跟我們說話了 謝謝梁先生 從我來看 就是文化其實是一幫人 這樣聚集起來 慢慢營造了一種氣氛 我就覺得已經是一種文化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一開始一種文化凝聚的時候 政府就喜歡插手 一插手 通常就要搞壞整件事 剛才好像梁先生也說到 觀塘的工廠區 其實本來是一幫 隔壁的人很喜歡去的地方 我自己也有朋友在那裡隔壁的 但是政府一推出 就說要活化工廠區的時候 一下子就會趕走 我朋友都說要找其他地方去搬 其實在我來看 其實我覺得就是 文化會不會是 如果不讓政府 政府不插手 反而讓他們無謂而止 自己發展 是不是一件更好的事 謝謝你 首先我不覺得政府是應該完全不插手 我覺得政府是需要插手的 其實全世界大部分地區 政府或者工廠在文化上的角色都很重要 就算美國其實是政府最不插手的地方 但是美國是用了一種很獨特的方法去鼓勵文化發展 就是美國是給所有的文化 賺了一個很高的免稅額 所以變成很多商業 很多私人很願意捐助文化發展 或者文化活動 是不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可以不用怎麼做事 而美國就會有了 譬如自己的Rockefeller Center 這些地方全部是雙人賺助、雙人給的 但是香港因為稅率已經很低了 所以我們不可能用這一招 而香港現在在做的方法 就是用公帑去支持文化活動 事實上香港應該有八成的文化活動 是政府公帑支持的 而我們花的錢不少 我們花的錢每年大約是20億港元 那你就會說20億花了去哪裡 為什麼不見的 現在出來為什麼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公帑是值得花 但是就要檢討它怎麼花、怎麼用 目前這20億我們用來支持香港文化的 每年納稅人交的這筆錢 大概有16億到17億 其實是給了公務員的人工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不覺得政府應該完全切手 而是應該想一下怎麼做 譬如荷蘭就是這樣 荷蘭的建築 這件事是這幾年全世界都很文明的 全世界裡面 這幾年很多大師級的建築師都是來自荷蘭 譬如北京鳥巢的設計者 或者是中央電視台的大樓 那些人都是荷蘭人 荷蘭出去的 荷蘭建築的強性是來自上世紀 六、七十年代 他們開始在阿姆斯特丹的混河區旁 出海口附近 把一些很舊的不要的工廠和貨倉 買下來 然後免費給一些畢業生 即是讀建築畢業生去用 當然它有一個條件 或者一個輪選制度 然後政府用很大的力量去推動 最後令荷蘭成為今天全世界 其中一個建築和設計的重鎮 所以其實政府是可以做事 不過你要做得聰明的意思 其實政府著重本土文化發展絕對是好事 但應該想多些方法去資助現在的青少年 去發揮他們的創意思維 梁先生都提到 其實跟香港的大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人的觀念要改變 不是立即就可以做到 都需要時間的 那你都說得對 不過好像剛才這樣說 我們其實正在走這條路 既然各方案沒錯 我希望可以走快點、走遠點 好了,時間又差不多 我們下集青年領袖教室再見 拜拜 那聽完梁文杜先生的講座 其實我是發現到 很多人都說香港 其實有時 經常都說要鼓吹這個創意文化 但我們一直都做不到所謂的什麼創意之多 幾個原因令到香港的創意工業 就越來越沒落 就是包括政治上 或者我們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多言論自由 或者在經濟上 我們也有地產霸權 在不停地打壓我們的文化產業 提醒了我 都是有公民責任 要來有份去多點關心這些問題 以及來多點參與去改變這個社會 也不必須的 所以說明明就是 我們有的這次 在這次的影片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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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